這部影片絕對值得你收藏喔 你看轉起來 嘿嘿嘿嘿 他們都打不死我 米奇特寶 吼吼吼 剛剛有沒有看到我的血量喔 我就直接開大轉了進去之後 全部人都在圍毆我 然後我的血被打到見底 又直接吸起來 在前幾天的排位賽呢 我遇到我們隊伍裡 有人選了中路的金娜 輔助選了芽芽 我想說 金娜這是什麼過氣的角色 直到我自己一玩 我這一場我只有一萬的經濟喔 這並不是非常高的經濟 我卻打出了 41%的輸出 39.7%的承受傷害喔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伯伯加夏 大家好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看到金娜 就想要把這一部影片給關起來 但是這個組合呢 絕對是在改版之後 最值得玩超猛的組合 尤其是像現在週末 官方都會幾乎開全英雄免費 那這個組合 我絕對是目前傳說對決 塔拉芽芽之後 必玩的牙控車組合 你一定會覺得很爛 但是我必須跟你說 這個組合真正的核心是 芽芽跟金娜上四級之後呢 你金娜要帶瞬移或是擠走都可以 那像芽芽的話 我在這個版本比較推薦你帶治癒 因為封鎖呢 如果你不是那些 非常常用的玩家 你可能會失誤喔 所以帶治癒會稍微好用一點 另外呢 真正的核心裝備 是讓金娜跟芽芽出玩 惡魔微笑這套裝備走 兩個出玩喔 然後金娜最好 再把生命法杖也補出來 你就可以無限在團戰 一直吸一直吸 那你剛剛會說 為什麼我的吸血量這麼高喔 首先你可以看到 我中間紫色的奧義 就直接帶血魔魔法吸起來 再加上我帶的是神聖守護 也就是說被打出這個護盾之後 會增加額外的魔法吸吸值喔 那你這邊可以看到 弗洛倫直接在旁邊 旁邊還有個金娜 完全不害怕他們 好啦 那金娜被弄到沒血 看好我一個高端操作 來 再見 為什麼沒有死啊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喔 這個組合尤其是遇到對面很多 近戰啊 很笨重的英雄 像是莫托斯啊 最好有塔拉之類的喔 這場遇到的組合算是不好對付的喔 因為對面是拉維爾 他可能會開一個 二技能護盾檔技能 像是蘿兒假如非常會滑的話 我的球飛過去的瞬間 而且金娜一技能的那個基佛球 真的飛的非常慢 所以蘿兒是很好躲招的喔 沒有關係喔 但是因為有芽芽的關係 大絕招可以控制別人喔 只要一進去 你看有沒有拉維爾直接被我彈到 而且冷卻時間超級短 金娜要玩得好喔 其實就是要配合你的被動技能 就是普攻技能全放招 不斷的普攻不斷的普攻 那如果你有點打不贏對手 就稍微往後啦 普攻接上你的技能 你看 對手 呵呵 不行啦 那個蘿兒我要等到芽芽出到拘魂 我會比較好打一點喔 不然就只能跟他拚個消耗而已 唉唷 下路兩個笨重笨重的喔 一個是花椰菜 一個是海菜頭 我等等來教訓教訓 來喔 直接把你踩到再見 開無敵是不是 開無敵 來 其實金娜的普攻是超級痛 我還記得以前有人開發過 金娜的暴擊性金娜 我剛lag了一下喔 拉維爾丟了一個土番薯 沒有丟中我 那我們就繼續跑來跑去吧 大絕招也冷卻時間超級快 金娜真正強的就是 你大絕招直接衝入敵陣喔 他的大絕招是 他開啟之後會有個減免效果 如果附近還有敵人的話 會再額外增加你的減傷效果 所以人越多你越爽喔 搭配你的生命法杖 搭配你的血龍 再搭配你的神聖守護 無限吸血啊各位 而且我剛剛說的還沒有算到 你頭上的芽芽喔 芽芽的那個盾喔 再加上他的大絕招 可以幫你緩掉不少爆發性的技能 所以你就只要一直彈一直彈 有小兵就彈到對面的英雄 靠著你的惡魔的微笑去消耗對手就對了 好了 其實我直接上去把蘿爾秒殺掉 超人上去衝 太衝動了吧 欸 欸 我們的射手在哪裡喔 這場都沒看到的啊 喔 旁邊有失誤喔 好 那我們在這邊就持續的消耗喔 這邊呢 就直接輕輕鬆鬆的過去喔 喔 直接打起來是不是 哇哈哈 這個拉威爾瘋了吧 這個走位很明顯的是個失誤喔 喔 對還有一個裝備是蠻重要的 就是兵杖啦 那兵杖我會留給芽芽出 好好被埋起來對不對 你以為他們能弄爆我對不對 我直接吸血吸起來喔 不斷的普攻 不斷的穿插普攻 讓這個花男完全沒有辦法做事情 好 再丟 蘿爾來了 我覺得先逃跑 蘿爾在沒有拘魂的情況下 是非常難對付的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要不斷的清兵洗線 然後讓你的芽芽的技能能夠發揮出來 要有經濟才能打贏任何的會戰 這邊要注意一下喔 好 那這邊應該是沒有人喔 那蘇就直接跟著我一起把塔 輕輕鬆鬆的推過去 我真的覺得這組合必玩 尤其是這個版本 官方其實沒有看到芽芽真正強的地方 完全削弱錯誤喔 就算官方今天把芽芽的一二技能喔 傷害削到低到不行喔 芽芽其實是靠功能性裝備成長的英雄 像是惡魔微笑啊 冰葬拘魂這類的英雄 光是他的大絕招就把你給煩死 我覺得真正要削弱芽芽的地方是 要把他的大絕招的範圍變得超級超級超級小 才有搞頭喔 好 那我這邊呢 直接普攻那個拉維爾 我應該沒有口誤吧 我今天很興奮欸 我早上就起來 我都會設定今天要吃什麼 像我今天超想要吃麥當勞 我就想說 喔天啊天啊好棒喔 我今天一定要點那個 麥當勞的什麼霹靂振興餐喔 因為他說那是一個CP值超高的餐點 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別人介紹 我今天一定要吃到 結果我去點的時候說 先生先生抱歉喔 那個振興餐你已經沒有了喔 是一個台灣國語的大媽 我只好點了禁納雞腿包套餐 讓我非常的失望喔 像我女朋友都會說我很討厭 就是我是巨蟹座 然後我內心就會有 很多的小劇場 我演給你看喔 可能我們我跟你現在要去吃飯嘛 我就說 嘿某某某我不知道你叫什麼 帥哥A美女B 我們今天要去吃牛肉麵喔 然後我跟你約到定點的時候就說 呃可是 我突然想吃拉麵欸 然後我們走到拉麵店就說 可是我現在心情又好想吃壽司喔 然後走到壽司店我就說 哎呀不如我們吃鐵板燒好了 我女朋友就會開始罵我說 每次跟你吃飯 你可以先把你的小劇場吃完 我們再開始吃飯嗎 這裡我有點太衝動 衝的太快了喔 不要太衝動 這個遊戲 現在要一打五很難喔 因為官方把野區的經濟削弱 就算你走打野路一打三 已經是非常極限中的極限了喔 好那這邊呢我們把兵線清掉喔 其實只要有小兵 我們 我都覺得有說小兵 反而是害了自己耶 你看像基納的技能喔 你就只要躲在後面 一直丟球丟球丟基佛 基佛應該是基鎬丸之類的東西 啊這個伯頓好壞喔 躲在後面幹嘛 好了那芽芽現在已經出完兵杖了喔 你可以看到伯頓這種英雄喔 現在有點笨重 我昨天說伯頓是 新的隱藏神角 但是經過我這幾天測試 我發現 他有些巨大的弱點 在對付特定會放風箏的英雄 真的太難對付了 好那我們這邊呢 就等到對面聚集喔 不過對面也不是傻瓜喔 你要全部聚集起來 給你噴一次大絕招 那應該是男上加男喔 大概呢就跟你翹柯去寶劍室 在那邊裝病 突然被教官抓到一樣低的機率喔 我還記得以前我們班高中的女生 非常喜歡裝病 尤其是那些很討厭的什麼 國文課 歷史課啊 他們都會集一體 而且你知道嗎 一次去都是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一起待在寶劍室說生病 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看對面的艾里 像金娜就很好對付艾里 因為艾里的大絕招是一個 不能打出最大神秘值幾%的傷害 但是像金娜這種柔弱型的 很像King之類的角色 就是她就是 慢慢的凌虐你 有點像是那種恐怖情人的感覺喔 嘿嘿嘿 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遇到恐怖情人喔 就是那種會一直跟蹤你啊 每天都會問你說 啊你吃飽嗎 啊要不要 呃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遇過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是什麼 我聽 嘿嘿嘿 好算了 丟掉這個話題喔 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把她給推進去喔 各位 呃一顆就結束 對面應該沒有人敢跟我們作對吧 我們現在超級強欸 博頓就算 他現在出了仙靈 我也不怕他欸 因為我是跟芽芽一起在搞他的喔 我們不是一個人喔 你想想看兩個惡魔微笑的血 在你身上跳 你不覺得超級噁心嗎 不過博頓我覺得他最主要 是要去防齊爾的爆發力的大絕招 真的完全跟我無關喔 你知道嗎 我玩了最近傳說對決三個月 上次那一場真的是我第一次遇到金娜 我都不知道金娜可以這麼好玩欸 好 對面聚集囉 眼妖惠要嗨起來了 我混沌法杖出肉 我要來囉 各位 來囉來囉來囉 哈哈哈哈 嗚呼呼 直接轉起來 米奇開轉 我玩 我就像是教室的電風扇一樣喔 不斷開轉 血又吸回來了 和平啊各位 有沒有超猛 有沒有超想玩 這就是這個組合最可怕的地方 當你一群人 在那邊聚集喔 在那邊園遊會喔 在那邊群聚的時候喔 沒有量體溫登記 我就直接衝進去 加上一個瞬移 你們全部人都遭殃喔 我後來我稍微查一下 他的減傷是 會有一個45%的減傷 那如果身邊有每個敵人的話 會有5%的減傷 也就是說剛剛有五個人嘛 哇 25%加上15% 一個40%的超高減傷 怎麼好像跟伯頓一樣喔 但是怎麼伯頓的減傷 沒有像這個這麼明顯呢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喔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 這個組合真的超級讚 一定要分享給你最好的朋友 希望你能夠訂閱我 65萬訂閱 有你有我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幕志愿者 台北